碰上廉价不少民众会选择出国旅游 什么时候是换汇的好时机呢 看看目前日本的货币政策 维持的是宽松的现状 日元也持续贬值 目前美元对日元是1比149.38 直逼150大关了 但现在是不是换汇良机 未来有可能再跌吗 由日本的管理机构就分析说 认为日元还可能继续贬 渴望观察到年底 但是国内也有专家持其他的态度 认为日本的央行将会出手干预 只要新台币对日元在0.22以下 就可以把握机会 一号旅游望 尤其台湾哈日足多 许多旅行业者纷纷在旅展推出 日本旅游套装行程 加上日元汇率持续走低 多少提高民众的消费意愿 目前美元对日元来到1比149.38 新台币对日元也跌到0.22以下 让部分民众决定把握时机换日元 可稍稍减便宜 大概就这两个星期换 因为刚好日币最低点 然后听说明年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先囤起来 然后刚好自由行可以使用 还是一样那个量啊 你最多差一碗面吧 我们花没有那么大啦 所以而且现在用刷卡那么方便 虽然日元持续贬低 但现在到底是不是绝佳换汇时机 国内外专家看法不同 日本野村资产管理专家和野光城分析 日元这波贬值可能续贬半年 年底可能会看到1美元对150日元价位 最低可看到155到160日元之间认为可在观望 但有国内专家指出 因为日本央行在去年9到10月曾进行多次干预 美元对日元扁破150后一路回升到130左右 因此认为现在就是出手好时机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有实质需求的话 可以考虑在现阶段稍微换一下 日本的输入性通膨的压力其实明显的加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日本财务省可能会下令日本亚和经常干预 专家认为新台币对日元在0.22以下 其实都算好机会 但怎么换最划算 当然还是得看个人失仇 这陈寗王聪明台北报道